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俄電視臺開出終結普丁統治的第一槍 高喊2024換總統 報復俄羅斯 美停工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訊息數據 中南海面臨新危機 河南決定清零特定人口 要跟跨的別苗頭 中共與海灣四國組聯合海軍 阿聯酋也加入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2日 星期五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俄電視臺開出終結普丁統治的第一槍 高喊2024換總統 俄羅斯攜優勢軍力 侵犯烏克蘭卻進展不順 俄軍死傷慘重 前線戰況告急 俄羅斯人也因為國際社會對於侵略行徑的怒火而淪為世界賤民 更慘遭俄國當局強行徵召送往烏克蘭前線充當炮灰 導致俄羅斯國內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近期在已嚴格審查著稱的俄羅斯電視臺上 甚至出現了要求2024年要選出新總統的反克里姆林功聲了 對此 英國國防部表示 這或許是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俄羅斯國家批准的電視臺內首次出現呼籲更換總統 要求俄羅斯總統普丁下臺的節目 俄羅斯反對派政治人物納傑丁在5月27日現身俄羅斯獨立電視臺 過去這一年多來 他不斷抨擊這場普丁發起的侵略戰爭 然而 就在27日的節目上 納傑丁公開宣稱俄羅斯需要選出一個不同的政府 以便結束與烏克蘭的故事 重建與歐洲的正常關係 引發各方關注 納傑丁曾任莫斯科市政議員 1999年到2003年間擔任國家杜馬議員 他也是2015年遭暗殺的俄羅斯前副總理涅摩佐夫的親密盟友 英國國防部發布情報公告提到 過去這15個月以來 俄羅斯對言論自由實行了自蘇聯時代以來從未見過的限制 許多勇於公開反對普丁政府及反戰的俄羅斯民眾 接連遭到俄國當局鎮壓逮捕 不過 在俄羅斯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戈金等人近日 最近頻繁發表對俄國當局的尖銳批判 有可能鼓勵俄羅斯反對派人物冒著被拘捕的風險挑戰禁忌話題 英國國防部報告指出 俄羅斯電視台頻道自從戰爭以來受到嚴格審查 如今卻出現不要讓普丁在2024年繼續擔任總統等言論 這可能是自去年2月24日普丁下令出兵禁犯烏克蘭以來 俄羅斯首度有這種直白反政府聲浪的節目 然而 拜2020年夏季通過的一項爭議性修憲公投所賜 讓高齡70歲的普丁得以再度競選俄羅斯總統 若普丁在明年俄羅斯總統大選中取得連任 就能再做兩届6年任期 以83歲的年紀掌權至2036年 超越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執政29年的記錄 報復俄羅斯 美停工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訊息數據 美國自6月1日起將停止以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承諾中規定向俄羅斯提供導彈發射器位置訊息 以報復俄羅斯持續違反該協議的行為 NEW TALK新聞引述路透社報導 依NEW START均被控制條約要求 美俄雙方有義務向對方通報導彈發射器位置訊息 但俄羅斯自2022年8月宣布暫時退出該條約的設施核查機制 並於2023年2月宣布暫停旅行 而俄方並未正式退出該條約協議 美國國務院在5月16日還已該約公布 美國共部署有1419枚核彈頭 裝載在662枚洲際彈道飛彈及其他運載系統上 呼籲俄國公布相關數字 以減少誤解 誤判和代價高昂軍備競賽 據了解 俄國並未回應美國呼籲公開事項 美國國務院本月起除停止提供導彈發射器位置訊息外 還將停止向俄羅斯提供有關美國洲際導彈和前射彈道導彈發射的飛行遙測訊息 該遠程收集數據主要顯示導彈射後各種參數 接收訊息可透過參數推估導彈狀態 中南海面臨新危機 河南決定清零特定人口 河南是中國第三人口大省 據統計 今年河南省高校畢業生有87萬人 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畢業生就業形勢 河南省教育廳近日針對2023屆高校畢業生 推出百日衝刺促就業行動方案 方案的其中一項要求是 確保在8月31日前 零就業家庭畢業生和長期未就業畢業生動態清零 如今 河南省將動態清零措施用在解決特定的失業人群 引發輿論廣泛關注 不少網民在微博留言 動態清零這樣用的? 看到這四個字就想吐 期間動態清零是越清越多的 動態清零已失敗一次難道要重蹈覆轍? 上一個動態清零把自己清妥協了哈哈 漢字發明出來不是讓你這麼用的 還有網友對中共的這種極端的清零做法感到害怕 好可怕 咋的 抓起來宰了 清零 不就業的開除河南籍 到其無法就業直接槍斃嗎? 錄取一批過段時間再裁一批 这不就是動態清零了? 在中國 不僅僅河南一省就業形勢嚴峻 全國各地都面臨同樣困境 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 16歲至24歲的中國青年失業率 在今年4月攀升至20.4% 創下2018年由統計以來的最高峰 這意味著每5名青年中 就有一人處於就學而未就業的失業狀態 另一方面 中國的全國高校畢業生預計今年將達到1158萬人 再加上受大流行病影響 前幾年為就業人員和留學歸國的學生 等待就業的人口將不斷增加 要跟跨的別苗頭 中共與海灣四國組聯合海軍阿聯酋也加入 根據中國軍事專欄第一軍情2日報導 阿聯酋近期宣布 已在兩個月前退出由美國在海灣地區成立的聯合海上力量 聯合海上力量是一支由38個國家組成的特遣部隊 總部設在巴林的美國海軍基地 負責鴻海以及海灣地區的安全 反恐和打擊海盜行動 美國《華爾街日報》一篇報導指出 伊朗在中東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扣押兩艘郵輪後 阿聯酋官員對美國的反應大感失望 因此選擇退出聯合海上力量 阿聯酋回應 美媒關注錯了重點 阿聯酋退出聯合海上力量之後 立即加入到中共出手協調的磋商 而伊朗 沙特阿拉伯及阿曼等國也一同加入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總統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印度總理莫迪及澳洲總理埃班尼斯 在5月20日才舉辦了四方安全對話 Quad會議 四國領袖在會議中就各項議題交換意見 包括東海與南海主權爭議 以及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理念等 四方安全對話聯合聲明稱 堅決反對破壞穩定或旨在通過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的單方面行動 聲明很可能暗指中共在採取危機區域穩定的行動 中共此次與伊朗 沙特阿拉伯 阿聯酋 阿曼四國組建聯合海軍的行動 很可能是針對四方安全對話的反制措施 伊朗認為美國應該從海灣乃至整個中東撤出 因為該區的安全需要靠地區國家來維護 而非美國的軍事存在 感謝您的支持和贊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也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有公平的藥 記憶 唯有收到職場 又提到了 在信息一下 nin day 爹 晋 雖然 一 雖然 雖然 雖然